梦回长安,欢迎来到擂台,我是蓝虎 今天咱们来看一场皇宫的一个69级的单挑 观战方是一个花狗山 是一个人间大炮的一个小号 对战方是一个龙宫 哎哟,对战方 现在版本龙宫也敢和别人打这种皇宫的单挑了吗 龙宫现在这么嚣张的吗 咱们看一看对面的一个龙宫 对面的一个龙宫绝对是有点小花招的 可以看到对面的一个龙宫带了一个 这个普渡众生的一个套装 非常的猥琐 而且变了一张八十的卡 八十的卡片 它是可以防止这个中毒的 因为它是一个带高级毒的一个效果是吧 哎哟 有点有点小花招啊 对面直接是用了龙爷栅栏 是吧 对面一只栅栏 对面的一个雪 雪耐肯定是个抗性啊 没有毛病啊 因为对战方变得是一只八十卡 肯定是害怕观众方毒他 万一毒上是吧 每回合掉的血还是非常的疼呢 还有对战方的这个打法让观众方意想不到呀 可以看到观众方现在也是没有用技能 也是在出发 漫天想叠一叠伤害 哎哟 对面的一个抗性 我靠 暴击打了122d血 什么鬼 而且对面还带暗器 现在的话 终于把这个普通众生的一个时间是给脱没了 哎哟 什么概念 直接拉出了子女是吧 这个子女应该是会给观众方 这个补一补 对 补一补血 这样可以就是说尽可能的减少一个伤害 哎哟 这样的话很难办 确实梦幻戏有很大的一个让人着迷的一个地方是吧 就是这每个门派可以转变成很多的一个打法是吧 现在观众方的一个伤害明显不足 观众方肯定是没有带那么多的一个蓝药的哈 因为观众方肯定也没有想到对面方会用这种套路 哎这个龙银是不是触发了一把法莲 当头当69d血 观众方现在唯一就是让我想的话观众方 嗯现在怎么说呢 就我就如果我玩这个观众方的一个花果山 我现在能够想到的也是尽可能的起棋子哈 然后把自己的一个伤害尽可能的给点满是吧 包括半天呀 包括这个野兽的 然后最后尝试的去冲一冲哈 如果冲不掉的话这把比赛就很难说了 而且对着方一直在龙银呀 观众方在加蓝其实带的这些蓝肯定是顶不住的呀 观众方起了一把红毒铁壁 但是 而且对两方也是很一弹啊 很一弹 直接起了这个招了一把地狱战神 又招四血翻 这样的话观众方肯定是随机A的啊 直接把对面的招出来的一个单位给A掉 现在已经进行到第三十三回合了 这样的话观众方 还是没有找到一个突破口 现在就很尴尬啊 对战方呢 其实 依我看的话 对战方没有必要出宝宝 因为观众方的人物和宝宝对对战方根本造不成一个威胁 你现在出来宝宝的话我感觉有点送的一个可能哈 因为对因为观众方打你的宝宝还是非常轻松的可以看到对战方现在手里只剩下六只宝宝 观众方还剩下七只 观众方就很聪明哈 就是说尽可能的用宝宝来赢你 观众方手里还剩下七只宝宝 哎呦 对战方感觉有点急了 这样的话 就是一直在送宝宝呀 对战方继续拉薰尼 哎呦 贴了一把宝宝 看一看能不能出法联 哎呦 直接打死 没有打死 差一次血 观众方的一个速度比较快 哎呦 这个宝宝感觉 直接把子女拍倒 哎呦 漂亮 漂亮 无etin 嗯 呸 感谢观看